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王 我是晚安 今天我们说三件特别作的故事 第一件事情是发生在2016年的7月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街头 民众发现有十几辆奔驰越野车 开在街头不断的鸣笛 挡住了所有的车道 要不就是一下子挡住后面的车 要不就一下子再来游门 里面的人也是各种喊叫的吹口哨 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是 俄罗斯黑手党的鸡头活动 但其实呢 这是一群刚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间谍学院毕业的特工 他们觉得辛苦训练了好几年 苦毕业了好几年终于毕业了 于是呢自己组织了一场庆祝典礼 激动的时候呢还把头伸出窗外 各种欢呼和让路人拍照 特工能这么露脸吗 以后肯定不能执行任务了吧 对,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他们还雇了专业的摄影师 拍下他们炫技的每一个瞬间 最后再摆个方阵 摆个大合影 这生怕以后他们执行任务 没人认识他们吗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执行任务了 当时这件事呢 惊动了克里姆林宫 连普京也知道了这件事 安全局呢 因为这件事还发表了一个声明 对参加狂欢的50名特工 两个选择 第一个自动离职 第二个发配西伯利亚 那有报道说他们最后怎么选择吗 大部分人选择了发配西伯利亚 具体发配的两个地点是 楚科齐自治区和勘查加半岛 楚科齐自治区一半地区 都在北极圈的范围内 勘查加半岛呢 气候寒冷 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 不宜人居 这两个地方呢 无疑是世界上最荒蛮之地 121万平方公里土地 大约相当于我国内蒙古的面积 但是人口呢 却不足40万 反正他们要达到的效果就是 即使在这些地方 认出他们也无所谓啊 对 而且不光他们自己要受处罚 特工训练局的领导和老师 也要一起连坐 并且警告下一届的学生 一定要低调 第二个主人公呢 是一个墨西哥的网红 叫罗萨莱斯 罗萨莱斯从小被父母抛弃 由奶奶带大 15岁的时候呢 就辍学了 离开家乡 前往附近的库里亚坎谋生 以此偶然的机会呢 罗萨莱斯拍摄了一段 自己喝酒 喝到晕倒的视频 在网上走红 从此开始了他的网红生涯 他的脸书上 有超过100万的粉丝 跑车 美女 party 乐队 是他视频的主基调 有一天呢 他喝多了 对着镜头 说了这么一段话 三万提斯是谁呢 他是墨西哥最大的毒销 人称爱尔门桥 举报悬赏金额呢 高达1000万美元 他为什么要去招惹 这么危险的人啊 其实别说网红了 我之前看报道说 像南美的一些毒销 有时候连警察啊 法官啊 甚至总统候选人 都会伤害 他当时已经完全喝醉了嘛 比较亢奋 也可能呢 是对毒销在墨西哥 一手遮天的势力 愤愤不平 罗萨莱斯说完这句话呢 他旁边的朋友很紧张 急忙阻止他 但是过了两周呢 什么事也没有 这个网红就觉得 没什么事了 预告粉丝 自己会在一个酒吧 开party 一起狂欢 聚会当天呢 罗萨莱斯在直播中 再次挑衅大毒销 放出了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他第一次 如果说是不受控制的 酒后愤怒 那第二次 发出自己的定位 来进行挑衅 我觉得是对自己身边朋友 安全的不负责任 这一点我也觉得是 就在他放出定位的 20分钟之后 四名枪手闯入酒吧 枪杀了罗萨莱斯 他身中18强 当场死亡 那据当地的警方透露呢 由于受伤的部位过多 当时已经无法从面目特征 辨认死者身份 最后是通过纹身 确认死者 就是罗萨莱斯 那此外 当天的乱枪扫射 还使一名25岁的 酒吧工作人员死亡 罗萨莱斯生前 对奶奶特别照顾 他为奶奶买了豪宅 聘请了庸人 还时常抽时间 给他做家乡菜 但意外去世之后呢 他的奶奶就死退了庸人 把豪宅甩卖了出去 自己搬到了乡下养老 最后一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今年 3月2日的时候呢 法国MCE电视台 报道了这么一件事 一个法国的网红小伙 希莉尔 觉得这个吸水珠 这个东西 真的特别好玩 他突发奇想 如果泡一浴缸 洗吸水珠浴会怎么样 然后他就倒了 至少五罐的吸水珠 真的泡了一浴池 然后他就躺了进去 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多吸水珠怎么处理呢 他就试着拔掉浴缸塞 可是吸水珠排走了一些之后呢 就排不动了 这么多吸水珠 为什么要排走啊 直接拿个大袋子 把它装起来带走不就好了吗 我也觉得他挺憨的 接着呢 他就发现 他们家的下水道全部都堵了 马桶和水池里面 也都是吸水珠 网友给他出主意 要不用吸尘器吸吧 结果因为吸水珠水分比较大 吸尘器吸了一会儿呢 就冒烟报废了 不是 都用吸尘器了 为什么没有想用袋子 把它装起来带走啊 那可能他觉得 用吸尘器比较省力吧 哈 希莉尔出门发现呢 整个小区的下水道 全部堵了 我觉得他出门呢 是因为在家上不了厕所 那小区路边的下水道口呢 时不时就可以看到 他的吸水珠 他的邻居呢 还拿着这个珠子 过来问他 问你家有没有出现过 这种珠子呀 说自己从来都没有 见过这种东西 家里的下水道 全部都堵了 一直往上反 这种奇怪的珠子 那怎么回答的 开始呢 邻居啊 通下水道的工人来问他呢 他都说不知道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 那回家后呢 他是用盐去溶解珠子 开始好像见效 但是之后呢 水池排水管就开始往外喷水 还是堵的 之后呢 他又收到了 政府写给小区居民的公开信 称街道的举报 小区下雨道堵塞 怀疑是一场恶作剧 会追凶到底 当时希莉尔又觉得挺害怕 当晚就到相关部门自首了 他因为是不知道 那个吸水珠 会膨胀到那么多吧 像咕噜的猫草 我也是用那种吸水珠种的 然后他就是那种遇到水之后 就是你放多少水 它就会膨胀到很大 我怀疑就是 他可能就是把那个吸水珠 倒到那个下水倒的时候 有一些没有完全被水分吸收的 吸水珠